1980年,我国一支考察队前往楼兰地区考察 在途中由于汽油和水所剩无几 为了解决这一困难继续东进考察 科学家彭加木独自外出找水 却不幸迷失在了茫茫沙漠之中 之后我国派出数万军民和飞机 对楼兰地区展开地毯式的搜索 但军一无所获 可谓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对于彭加木的失踪 在全国曾疯传过各种说法猜测 多年来,官方和民间曾多次发起寻找 军一无所获 还有徒步行遍全中国的于纯顺 他死得更加离奇 他1996年独自一人横穿罗布泼沙漠 结果就死在了楼兰地区 当飞机找到他的遗体的时候 发现他头正好是朝着他的家乡上海的 而且角度分毫不差 然而他死的地方却偏离了原定路线15公里 要知道于纯顺可是一位著名的探险家啊 不论是探险装备还是探险经验 那都不在话下 曾经一个人探访过西藏地区的很多地方都没事 可是偏偏就没能走出楼兰这个地方 再后来还有很多人也都试图探访过楼兰地区 但是也都会发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而最终无功而返了 讲到这儿 你可能就要问了 既然这里这么危险 那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前府后继地去考察呢 那是因为在传说中 曾经的楼兰古国盛行一时 就像咱们今天的北上广深一个样 要多繁华就有多繁华 但是也就是这个繁华的大都市 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历史的长河中神奇地消失了 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和疑惑 那么这个盛行一时的楼兰古国是否真的存在过呢 又为何在一夜之间说消失就消失了呢 如果楼兰古国在历史上是确实存在的 那史料中一定有关于他的记载 而中国史籍中最早关于楼兰王国的具体记载 鉴于《史记大碗列传》 根据记载我们知道楼兰是一个西域小国 建国于严泽边上有陈国 然而兵若一去 这里的严泽指的便是罗不破 到汉代史学家班固撰写汉书时 楼兰王国有1570户人家 共14100口人 国都明达尼 汉书进一步介绍了楼兰的生态环境 地沙鲁少田 祭田扬古分国 国出狱 多家伟 枝柳 胡同 白草 民随畜牧 竹水草 有驴马 多骆驼 能作兵 与若羌同 汉昭帝时楼兰改国名为善善 并请求朝廷驻军一巡城 昭帝便在一巡城置都位 行屯田 从此楼兰便成为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战略支点 东汉时 楼兰在丝绸之路上 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东汉政府在楼兰大规模屯田 开发楼兰 此后直至未尽几百年之久 楼兰一直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 再后来 由于某些原因 楼兰便很少出现在史料中了 逐渐神秘地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直至公元十九世纪中叶 一个叫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中国考察 楼兰古国又才再一次进入宫中的视野 公元1840年 鸦片战争爆发 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 许多外国考古学家也因此进入中国 其中就包括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是怎么发现这个沉睡千年的楼兰古国的呢 这件事还得从公元1900年 他带领考古队对罗布泊地区展开考察时说起 那一次他正在和向导清理物资的时候 发现挖掘用的铁锹不见了 于是向导决定自己沿着来时的路去寻找 也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刮起了狂风 于是向导不得不找个掩体躲避狂风 等到狂风停了的时候 向导才发现身边都是些瓦砾木块 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这些木块上还刻有精美的图案 于是他把这些木块就带给了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一看不得了 马上断定这里一定有什么古代遗迹 于是把营地也搬到了那个有瓦片和木块的地方 每天都在整理和发掘这里的遗迹 这里就是楼兰 后来斯文赫定把发掘出来的很多文物都带到了欧洲 找到了很多汉学家鉴定 而这结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在这些文物中都反复出现了两个字 那就是楼兰 也就是说斯文赫定他们发现的古代遗迹 就是传说中的楼兰古国 在后来的探索中 有关于楼兰古国的文物接连出土 专家还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经验 复原了昔日凡胜一时的楼兰古国 那辉煌的气势 壮观的景象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但是很多文物都被一些外国的考古学家带出国了 至今都下落不明 如此说来 楼兰古国毫无疑问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而且是一片繁荣 十分附属 但就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 为什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了呢 又是什么让它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关于楼兰古国消失之谜 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是毁灭于战争 因为当时的楼兰古国经常受到鲜卑族的入侵 而楼兰古国虽然是一个国家 其实更像是一个城邦 所以根本无力抵挡入侵的鲜卑族人 而这种说法 在发现楼兰古国古籍中也有提到 也有人说 当年楼兰古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瘟疫 楼兰人都死于这场瘟疫中 但是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科学 楼兰古国虽小 但是好歹也有几万人 是什么瘟疫能够将几万人全部害死 一个活口都不留呢 当然不管是战争还是瘟疫 都没有办法让一个国家在一夜之间消失 而楼兰古国的消失另有原因 根据相关的考古发现 许多专家认为 楼兰古国的消失 跟他们的墓葬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墓葬方式呢 这种墓葬方式叫做太阳葬 所谓太阳葬就是将墓葬修成圆形 然后在墓葬的周围打上墓桩 这墓桩围成圆圈将这个墓葬包围起来 使整个墓葬像一个巨大的太阳一样 因此称之为太阳葬 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 修建这样的墓葬需要上百根湖阳树 这不就等于是在砍伐森林吗 由于树木大面积减少 又加上楼兰地区本身就处在沙漠边缘 所以水源渐渐枯竭 绿洲也渐渐消失了 原本是青山绿水的楼兰国 就渐渐变成了如今的样子 一片荒芜景象 当时的人们为了生存就不得不离去 因此楼兰这个文明古国 就这样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楼兰从一个曾经高度繁荣的文明古国 到如今的荒芜人言 尽管楼兰古国的消失 仍然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但不容忽视的是它的消失 带来的关于环境的思考 虽然说现在环保已经成为全球的话题 但是我认为 还是应当以楼兰古国的消失作为警钟 时刻敲响在我们的心中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